有客來到淡水的漁人碼頭 很多人都很疑惑 為什麼明明是個漁港 但是卻看不見產地直銷的漁貨 而為了要振興漁人碼頭的觀光 因此淡水漁會也希望在港區內 增設一間漁業文化館 裡面不但有漁貨直銷 更有漁業的相關文物與文化體驗區 但由於土地屬於漁業屬於新北市 因此漁會也向新北市提案 希望可以獲得支持 漁民的收入越來越少 我們就是現在來跟市政府 跟漁合署來要來 證明一個海淳旁邊的土地 想要來做一個多元文化館 可以讓樓下可以做漁師 樓上餐廳來做一個 可以把漁民收入 可以讓他們更增加 那基本上在淡水這個地方 漁貨量其實蠻豐富的 如果沒有一個可以直接讓我們的消費者 能夠直接跟漁會跟漁船跟漁民 來直接購買的一個場所 非常可惜 那我們也希望在會中 能夠獲得新北市政府 跟我們漁業屬的支持 漁會表示 希望藉由漁業文化館的成立 不但可以推廣食戶 以及相關漁業的體驗 同時也能夠成立漁獲直銷中心 讓漁民可以直接面對消費者 減少中盤商的剝削 但是對此 主管集管農業局漁管處也表示 針對漁會所提出的計畫 目前正在邀請委員進行審查當中 審查會的話 主要是因為漁會有提出一個 投資開發案嘛 那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涉及了蠻多單位 包括漁業屬 包括我們新北市政府 其他的一些單位 所以其實今天應該算是 第一次審查會啦 我們會把就是各個單位的意見 其實算是一個會總意見 讓漁會了解 那之後的如果說投資開發方向 或許可以做一個修正來符合 就是說我們對漁港方面一些規劃的期待 而淡雪漁會也表示 漁人碼頭西側土地 閒置多時又臨近十戶 如果可以順利開發完成 不但能夠對漁民有更多的幫助 更能夠振興漁人碼頭的觀光 也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夠支持這個案子 為漁民來磨普利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